昨天中午不小心把自己的服务器给整崩了 没有办法只好重装一遍 折腾到大半夜 早上起来想做一个新的视频 不过我翻墙的梯子又给挂了 最近老是这样 就我用的这个梯子是搬我了工 也就是Just My Socks上面的 这个梯子在大部分时候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每天上午它固定就会崩溃 就是有一段时间连不上 我决定就是自己打一个梯子 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方便的选择 就是使用亚马逊的Lite Sale 来完成我们这个梯子的搭建 我们选择Lite Sale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它易于安装 第二就是它可以免费使用三个月 我们在浏览器中输入这个地址 访问 它会把我们定位到亚马逊的这个登录界面 我们登录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没有账号 我们自己就注册一个亚马逊的账号 也非常的方便 那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Lite Sale创建实力的这个界面上面 由于我们这里不是安装网站 我们是要 我们是要搭建一个自己的梯子 那么我们顶级这里 选择仅仅创建操作系统 我们选择乌冠图的22.04 然后我们往下拖 选择我们的计划 这里有五美金的 有十美金的 有三地五美金的 这三个计划都是可以免费使用三个月的 就是三个月之后 如果你还要继续使用这个主机 那么你就要付费 它会从你绑定的信用卡上面扣钱 不过在此之前它不会产生费用 我们就选择最便宜的就可以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个网站 然后你要搭建一个梯子 你最好不要把这个梯子和你的网站放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不要为了节约那么一点钱 万一不小心你把服务器的环境给搞崩了 那么影响到你的网站 或者影响到你的其他的在线业务 那就非常得不偿失了 每个月三点五美金的这个价格 它包含了1TB的流量 已经足够用了 相比8瓦工提供的计划 它的流量是要高很多的 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用 你可以选择五美金一个月的 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里就选择三点五美金每个月的 我们给我们的实力起个名字 这里你不动也可以 好我们点击创建实力 那我们看见 它已经在为我们创建了 我们稍等个几十秒 刷清一下 它就会创建成功 我们看到它已经创建成功 并且已经在线运行了 那么我们点击菜单 点击管理 看一下 我们这个公有IP 是34.217.49.196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联网 这里有一个附加静态IP的 这么一个选项框 我们要点一下 给它附加一个静态IP 目前的这个IP 它是动态IP 我们的主机一旦重启 这个IP就会变掉 那么我们这里点击一下 附加静态IP 创建一个新的静态IP 点击创建并附加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IP 已经是静态IP了 我们点击连接 使用SH连接 好 我们已经通过这个终端 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NELAX 西处知识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准备好了一键脚本 这是我从网上搜的一个 一键安装 V2RED的这个脚本 我们把这个命令复制一下 我会把这个教程的地址 以及这行命令都贴出来 有需要的可以看一下 那么由于这个浏览器中 它这个汉字会出现乱吗 并且这个窗口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调它的 也不想大家去安装 这个标准的终端工具 就我自己开一个SH工具 把这个界面调过来 大家照着我的这个界面对比 去操作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那么我们看它的 第一步是让我们选择 安装哪一种类型的服务器 安装最基本的V2RED VMAS服务器 那么我们选择一 这个时候它要求我们输入一个端口 我们要记住这个端口 我们这里输入10086端口 在100到6535中间选择一个都可以 那么下面这个要我们默认安装 我们就点击Y 如果出现这个界面我们直接按OK 如果遇到这样的界面我们直接按Table 把这个光标转移到OK上面来 然后点击OK 等待执行完毕就可以 好继续OK 遇到这样的界面我们都这么操作 好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界面 我们这个V2RED就已经安装完毕了 这个链接相信经常科学上网的人应该能够认识 我们把这个添加到我们的平台中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科学上网 那么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梯子就已经搭建完毕了 这个梯子前三个月免费 三个月到期之后 如果你还想继续白嫖 你可以把刚才的过程重复一遍 我们重新安装一个LiteCell的实力 又可以继续用 这样就相当于可以无限白嫖 不过我这里要说的是 这个做人还是要有一点的底线 虽然亚马逊非常的有钱 我们也不能这么豪大的羊毛 况且为了每个月几美金 也就是20块钱的费用 我们这么折腾 实在有点划不来 没有必要 因为每次我们把服务器更新完毕之后 我们还得去更新客户端 这样太麻烦了 没有必要 那么我们把这个信息复制下来 保存到我们的记事本中 或者保存到我们的网络笔记中 都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它的上网效果如何 来我们把我们这个 Windows上的这个 V2rayN给打开 从这个剪贴板中 批量导入URL 好 我们发现这里的 闲持是-1 那么它没有应用成功 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 服务器防火墙的端口 10086的端口给它打开 那么我们回到 我们的LiteCell 凑凑见面 我们点击这里的联网 往下拉 在这个地方增加一条规则 自定义TCP 这里输入10086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打开了 10086端口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 好 这次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服务器连上了 那么我们测试一下 上网的效果 我们如果是用来打游戏 它肯定是不够的 你用绝大部分题子来打游戏 都是不太划算的 因为有专门针对游戏的加速器 但是我们用来看油管 或者用来这个工作 它是足够了 我们打开油管 看看效果 那么为了方便演示 我们把视频的声音都关掉了 那我们刷新一下油管 那我们刷新一下油管 我们看效果还是可以的 点击一个视频 我们看它给我们匹配的分辨率是4K 跳转一下 反应它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